我觉得打中央啊 打不住集体落跑 每一个人一哭二闹三上吊 朱立伦就投昏了嘛 他就是不处理不回答不面对 他根本解决不了 无力阻挡 可是如果台北市议员 你的同事们那些年轻辈的 打着四代交替的名号 一次要跑八个 那昨天南部的记者跟我通话 其实他们南部高雄市议员 也要跑三个以上 这也是国民党籍 那你家家就超过十个 那你这样是集体落跑的一个印象 如果等到真的 最强母亲是侯友宜的话 他等到起身 那他也是落跑 然后侯友宜就变侯班长了 这个民意代表换跑道 这是很正常的 你议员想当立委 立委去当县长很正常 但是你呢 这个岗位没有做完 你就去落跑 是观感不好的 可是从这个韩国瑜呢 他当选没有几个月 就宣布选总统 创下了一个先例之后呢 这个落跑就变成 大家很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所以秦源你认为那个 有没有真的 有没有所谓的大局条款 我自己猜想 就是可能有一些幕僚 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有讨论到 但是这些可能是讨论的过程中 有一些人提出来的想法 但是呢 他们一定不是要这样定案 但是就算有人去这样讨论到 那为什么这个国民党内的党工 嘴巴那么大 要去讲这个 你讲出来 对引起了纷扰 对国民党不好 对党内的团结无异 所以我觉得 朱主席你要去清理门户一下 这一次呢 党中央办法还没有公布出来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部分其实大家不要吵 不要哭 不用闹 不用去叫 党内的办法定在那边 大家去遵守就好啦 你认为党中央有没有要平息 集体落跑的这个社会观感的问题 我觉得党中央啊 挡不住集体落跑啦 你觉得他没有办法挡住 挡不住啦 想要落跑的人 每一个人一哭二闹三上吊 朱立伦就投昏了嘛 现在我们就看到嘛 有人又哭又闹的啊 所以我觉得党中央挡不住这个集体落跑 所以他只能够拖 他现在对这个问题 他就是不处理不回答不面对 但是目前来讲 他没有端出方案来 而且我个人觉得 他根本解决不了 无力阻挡